欢迎小课堂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云娘 在之前的一期小课中 我们从解构式细致地分析了眼睛 用一个被包裹住的球体来类比眼睛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遍哦 有很多小伙伴看过后表示 眼睛灰了,手却废了 虽然知道了原理 但是画出来的眼睛却是这样 这样,以及这样的 虽然看上去符合理论的结构 但就是不怎么好看 该怎么办呢 俗话说,一招先,持扁天 今天,小云娘在更加前线的层面上 教同学们一招可以快速画出二次元大眼睛的画法 首先,素描一个圆形的物品时 比如苹果,往往会用一些小切线 而不是弧线去表达 这就是徐悲鸿大师对话素描的一种要求 宁方物圆,宁脏物镜 而宁方物圆就是指用块面塑造形体的素描形式 可以理解为任何物体都可以分解成更小的结合体 所以,根据这个宁方物圆的原则和真实眼睛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眼睛简化成一个平行丝边形来处理 虽然我们的眼珠是球体,眼眶是圆弧 但是太过圆滑的线条却往往不那么美观 有直线,有转折,才会让形状更加好看 就比如,这种常见的二次元大眼睛 在新手们看来,它的构成可能是一个圆弧加上一个转折 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这里不会是单纯的圆弧 还会有直线的转折 只不过这些转折会在后续的优化中变得更平滑 使之不会那么突兀,所以迷惑了新手 使其看不清本质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基本型的眼睛来熟悉这其中的规律 首先,画出眼睛的矩形范围 然后根据眼距是一只眼睛的宽度的原则 将矩形三等分 调整矩形使小矩形的长宽比为1比2 要注意咯,这里的1比2并不是唯一标准 只是我现在所示范的基本型眼形 需要这样的比例罢了 随后,我们在小矩形里切出一个平行丝边形 这里的4个切点 我们可以取在每条边的黄金分割点的位置 然后相连,形成眼睛的框架 再次注意,这几个切点的比例 同样也不是唯一标准 只是示范案例哦 不同的眼形也会有不同的比例规律 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 可以不用一百一眼的模仿 最好能加入自己的探索精神 然后我们开始在眼眶框架上描写 直接用熟练的小手从眼角到眼尾的范围内 拉出弧线 手不熟怎么办? 好吧,当然是去练习啦! 在画这里的弧线时,需要稍微把直线的转折处理得更平滑一些 而眼睛最深的区域就是正眼线 所以我们可以反复多次地画这条弧线 就像这样,慢慢地它就变得又深又浓啦! 这里注意有两个知识点 一,为了让眼睛看起来更通透 我们不能把眼线涂得黑黑的 实实的,可以有意识地留一点白 二,完成后的上眼线 最好能加入一些节奏感 可以让两边的线细一些,中间粗一些 不让它们的宽度过于平均 接着是画眼尾的线同上眼线 我们也以反复多次画线的方式画这条边 眼尾这里可以画得尖锐一些 并且要让上眼线长于下眼线 也可以画出一些上翘的线条来代表睫毛 在下边的这一条片,我们就不要画得太浓啦 像这样,简单的线条带过就行 而眼角这里的边,则可以省略不画 也可以只画一半 留下空白,这也是二次元大眼的一种特征哦 最后,就是画眼珠啦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画出直视镜头的视线 毕竟,人类是很奇怪的生物呢 被人盯着看的时候,总会格外的敏感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敏感 让你的角色的眼神更加引人注目 但是,有很多新手,总是没法准确地聚焦目光 画眼镜的时候,反复突突改改 目光方向完全随缘 镜头视角完全靠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眼睛的一个特性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视线目标都不是远在天边的物体 而是面前的手机,桌子上的水杯,墙上被拍死的文字,教室里暗恋的同学等等比较近的物体 在看这些近处物体时,我们的黑眼珠其实是有一点点斗鸡眼 所以当你画遮面头像时,为了让视线看向镜头 我们就不能把眼珠子画在眼眶的正中间 要适当地往中间偏移一些 这样看起来会更有精神 而当我们的头像有倾斜角度时 眼睛是往斜肢的方向上看 就像这样,你会发现右眼的黑眼珠并没有移动到头 而左眼的黑眼珠则处在眼眶的镜头 这意味着,当我们画有倾斜角度的眼睛时 为了让眼睛看向镜头 不需要让黑眼球处在眼眶中相同比例的位置 有很多新手在画的时候 心里想,眼珠子随视线的移动不应该是同步的吗 那就把左眼的黑眼球画在眼眶的右端 右眼的黑眼球也画在眼眶的右端 好啦,其实这样反而会让视线的焦点无法击中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充分理解这张视线图的原理 然后,根据你头像的角度,大概定出视线的角度 进而确定黑眼珠在眼眶中的位置 再根据黑眼珠的相对位置,确定在你画的眼眶中的位置 嗯,至于一段比较绕口,我觉得都可以做成鬼畜了 同学们可以多听几遍来充分理解哦 至于眼珠里面的细节 那可就太多遍了 具体的画法千千万万 不同画师也有不同的风格 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只需要画出两个关键要素 黑黑的瞳孔和白白的高光 即可达成效果 其他细节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果同学们对眼珠子具体的刻画和上色有兴趣的话 只要本期视频点赞过一千 我就专门出一期视频来教大家保姆及眼睛上色的方法 好啦,画到这里一双炯炯有神 目光灼热的基础版大眼睛就画好啦 小伙伴们这次手也会了吧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